而朱歌亮的新节目《万秀之王》 上个星期六首播就创下了5.41的超高收视 而这一集的特别来宾 请到之前和他合作演出妇女的郭彩杰 两人之间的互动相当的愉快 不过也不免让人联想到 会不会是朱歌亮在家庭生活中的不如意 所以反射在剧情中 这一场戏我们只看得见彼此的眼神 然后都没有任何一句话 可是却很有那个爆发力 朱歌亮和郭彩杰合作的新作品中 两人扮演妇女关系 而郭彩杰受邀到朱歌亮的新节目中 两人更是默契十足 对照朱歌亮现实生活中和家人的互动 真的让人格外心疼 对不起老婆 日前在镜头前想起郭网 忍不住掉下自责的眼泪 朱歌亮希望自己可以赶紧还清债务 买房子给妻儿 而上周六新节目首播 就创下5.41的超高收视 也让朱歌亮既开心又欣慰 对他签唱会 我答应他又到 又到我要定了一套衣服 穿起来好像28岁 这一次的特别来宾是郭彩杰 每集播出都要给观众带来惊喜 朱歌亮目前对自己的演艺事业是全力以赴 不足够的 太多还可以 少了 不足够的 对他熬 很小